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美女 华美银行的Yvonne 是我们团队今天会议的赞助商 带来了好吃的好喝的 Yvonne在East West Bank 我借着Yvonne今天来给大家传递一个消息 是我一直在视频中提到过的 但是今天再重视地给大家付出一遍 就是即使你人在中国 没有美国的任何身份 不用来美国 也可以开一个美国的银行卡 银行账户 而且不是大家误认为的那种小银行 是纳斯达克上市的银行 对美国的这个 Asia American的No.1 Bank 正规的银行 对非常方便 就通过一个 市值差不多100有股票可以查一下 100亿美金 差不多市值100亿吧 不知道最近怎么样 通过手机就可以开了 那个程序叫做Velo Yvonne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开户的介绍 如果想要做这个事情的话 可以联系我们发给你 如果这个东西不合格的话 我们还是有其他的很多办法 你不用来都可以开账户 这是第一个消息 第二个消息 Hello Hi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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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消息 没有美国身份 不在美国工作和生活 也可以在美国贷款买房 对 对 请Yvonne介绍一下这个项目 这个华美银行的贷款产品 就是非常asset friendly的 然后客户就算是不是美国有身份的 然后甚至没有长期的签证的 他也可以买一个投资房 什么的 就是完全人不在美国都可以操作的 然后他也不需要有报税 只要资金方面资产方面 他qualify就可以找我们做贷款 对 然后利息非常好 解释一下他的英文的短语 意思是只要你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有资产帮你背书 比如在中国大陆有房子 有理财产品 有钱 有钱就可以贷款 对 那首付款是大概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十的对 然后上线可以带到多少钱 官方是一直在改 之前三百万后来两百万 然后改来改去 其实是可以商量的 对 所以这两个很重要的消息传递给大家 如果想要在中国远程开一个美国的银行账户 我们可以帮到你 如果想在中国远程贷款买一间美国的房子 我们也可以帮到你 联系我跟Yvonne 好不好 谢谢Yvonne今天的赞助 谢谢你 谢谢大家 今天我视频带来了第二位美女给大家 就是坐在我身旁的若依 哈喽大家好 她叫Zoe 她也有一个YouTube频道 对 Zoe就是若依 她是加入我团队的最新的成员 也很年轻 然后以后大家会在我的视频中经常看到她 对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是哪里人 你们好 我是来自江苏的苏州 然后从小在海滨城市长大 先是在夏威夷 然后佛罗里达 然后再是加州 相信很多看过我频道的朋友也知道我的一些人生经历 我会分享一些当地的民族风情啊 或者是美食啊自己的故事啊都在我的频道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之后她在我的Vlog中也会经常的出现 我要问你两个问题 好啊 你是单身吗 是的 很年轻的 单身我的队员啊 有没有男朋友 没有 我刚才已经问过是不是单身了 有没有男朋友 哈哈哈哈 sorry sorry 大概意思就是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你看我们频道现在开始慢慢有所谓的剧症啊 加州姐妹花啊 啊这个 Ashley也有个频道啊 然后Zoe也加入进来 对 可以欢迎更多的想要做自媒体的经纪人朋友们加入我们团队 我们去认我可以分享更多关于怎么做视频啊 怎么做Binness这些事情 对 反正我自己也是斐哥的这个粉丝 我一直也是他每一条Vlog我几乎都会看 当然我也每次 Dylan我也非常熟悉 虽然 虽然Dylan也不认识我 但是我认识了Dylan还有斐哥 Dylan Dylan现在正在帮我们加到相机 对 开了一下午的会议感觉特别充实 跟这些弟弟妹妹们在一起 很开心 今天的视频除了会见到这两位美女之外 还有一个活动是我们会去到Dylan Bar 参加一个我们北美华人俱乐部 叫The House Club的一个晚宴活动 我带着老三给老大听写 头抬起来 老大表现特别好了 老大现在都会写作文了 以后可以用中文给女同学写一封情书 多浪漫啊 看你妈妈美不美现在穿的 就是 -天 1,2,2,3 活动还没结束 但是我们家老三要吃奶了 所以我们先回去了 今天的Vlog会比较短一点 主要是介绍两位美女给大家认识 那关于想要在美国开户啊这些事情 有需要的我们再私信 私信联系OK